曾經我有一個劇主 他的狗也是會緊張 他在什麼情況下緊張 他在主人每次帶他散步回家 要幫他擦腳的時候會很緊張 所以幫他擦腳的時候會做出攻擊的動作 然後呢 這隻狗很有趣就是 他主人也教他很多事情 他會坐下 會趴下 會握手 然後我就想 一隻會握手的狗 你握上很多好擦腳啊 你就是把抹布放在你的手上 來教握手 他就自然的放在抹布上 你就可以很順的幫他擦腳 所以說你會叫這個主人 其實他分別交回了這隻狗 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他不見得會應用在他的生活中 你要幫他擦腳其實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已經會握手 而且每次握手的時候 就會讓他握在抹布上 你就可以幫他擦乾淨 然後你再給他一個獎勵 所以學這些分別的做下 發下這些動作 都可以應用在生活中 需要的時候 然後盡量的跟各種不同的人 事務互動 而且重點是要好的互動 經驗越好 他就會越放鬆 所以我們會建議 小狗在幼年的時候 一歲以前 最好是六個月以前 都去參加所謂的幼犬社交版 在台灣我們是退狗狗親子教室 但是這個概念 其實是從澳洲來的 澳洲做 Copy Socialization Crisis 就是幼犬社交教室 那他簡單說 是小狗的幼稚園 那他在六個月以前 就有足夠的社交經驗 跟同年和名的狗 互相玩耍的時候 會學習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狗跟狗玩的時候 會學到什麼事 狗跟狗玩的時候 他們覺得玩 咬來咬去嗎 跳來跳去啊 扒來扒去啊 在咬來咬去的過程中 他們會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學習咬的力道 因為一開始咬來咬去 大家會玩得很開心 只要有一隻狗 把另外一隻狗咬痛了 被咬痛的那隻狗會怎樣 玩 甚至會反咬他一搞 所以一開始咬人的這隻狗 他就會學會 原來咬太用力 是很顧人怨的 他為了下一次 想要跟他繼續玩 所以他就會控制他的力道 所以很多去主會說 他的狗跟他玩的時候 就很粗暴 會咬到我的手都流血 那我們給他建議就是 你讓他去跟別的狗玩 因為別的狗 會很快的告訴他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你想要自己去咬一個狗 也可以 可以 他有辦法像另外一隻狗 那麼的迅速 也是可以做得到 你們要狗跟貓玩嗎 你是希望他學會什麼 中間很大 對 OK 只要基本上 兩隻動物沒有受傷 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 但他們玩的方式會 越來越遠 因為貓的玩法 你狗的玩法 其實有一點點不考慮 因為那隻狗 你狗的玩法 其實有一點點不考慮 嗯 我現在就是導演 你狗叫你狗叫你狗叫 狗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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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因為狗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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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狗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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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牠們也可能會養成習慣 很多狗會習慣每天天亮的就叫主人起床 然後就越來越早 六點 五點半 四點半都有可能 真的習慣都是主人 牠會觀察主人的生活作息 然後可能每天會固定做那些事情 然後呢 有很多接下來講的制約啊 增強等等 都會學習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增強對懷罰的概念 大家有聽過嗎 鄭增強 鄭主達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在講行為的改變的時候 請記得我們在講的都是一個一個的行為 而不是一個一個的動物 我要去改變 我要希望讓 我用具體一點例子 我希望小狗坐下 坐下這個行為如果增加了 我們就會說 坐下這個行為會受到的增強 如果說我不希望他坐下 我要減少坐下這個動作 那我就會說 坐下這個行為被處罰了 這個處罰的意思 跟我們同語上講的處罰不太一樣喔 我們常會用打用罵那種 我今天就要懲罰好了 我們不是在講懲罰 我們在講的是對行為的減少 叫做處罰 好 重軸講完了 我講同軸 如果我是因為給了他行為的結果 給了一個東西的話 造成他的行為增加或減少 這個行為就叫做負 這個給予的動作就叫做正 如果我是因為拿掉一個東西 造成他的行為增加或減少 這個行為就叫做負 正跟負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給一個結果 那就要正 給一個結果 拿掉一個結果 就叫做什麼 好 好 那大家困困的表情也在我預料之中 我要來仔細的介紹 什麼叫做正增強 就是說如果小狗做出一個行為 他會得到一個他喜歡的結果 你覺得他願不願意做這件事 願意 他就會比較願意 所以他行為發生的機率就提高了 以小狗來說 如果他一坐下 就會有東西可以吃 小狗就會喜歡坐下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方法對不對 也很容易做到 這就是用正增強 就是說坐下這個行為 受到了正增強 好 什麼叫做正處罰 就是如果做了一個動作 之後會得到一個他討厭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不願意做那個動作了 做那個動作的機率就降低了 如果你遲到了 你就會被罰錢 所以遲到這個行為就會減少 所以喔 合理吧 有一種產品叫做電擊象圈 你聽過喔 他的原理就是 如果小狗一叫的話 身帶震動 他就會被電擊 電擊是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 小狗理論上就會比較不願意叫 合理對不對 但是這只是理論喔 這個象圈後來被推翻了 就是說 他的效果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因為很多小狗就學會了 叫的時候不要震動這一塊身帶 震動另外一塊身帶來叫 然後叫出非常奇怪的聲音 所以他還是叫 然後更悲慘的狀況是 因為小狗叫 我們剛剛講過是有原因的 他如果是因為焦慮才叫 然後又被電擊 他其實整隻狗就崩潰了 這隻狗之後也沒有辦法 跟人類好好的相處 所以 電擊象圈是一個不太好的發明 但是 他發明的原因 他的理論就是用正處罰的理論 好 正增強跟正處罰其實很常見對不對 我們經常在使用 所以比較好理解 比較不好理解的是負的部分 什麼叫負增強 就是 動物做的一個行為 這個減就是 移除的意思 我會移除他討厭的東西 如果你做了一個動作 你討厭的東西就會不見了 所以你會不會喜歡做這個動作 會喜歡嗎 這個就是負增強的概念 如果你準時上班 罰錢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準時上班這個行為 就比較常出現 可以喔 好 如果 我們在叫小狗趴下的時候 有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自己趴下來 我們會 在他背上加一點壓力 就是 讓他覺得背上有東西在壓他 那什麼時候這個壓力會消除 他趴下 他一趴下這個壓力就立刻消除 所以他願不願意趴下 他就會願意趴下 可以理解嗎 這個部分 這個方法用的就是 負增強的方法 就是說 如果他願意做出這個動作 他討厭的東西就會消失 所以他做這個動作的機率就會增加了 是